会包饺子不会 会包我不会把馅儿 我把那个馅儿不好吃 那我和面啊 我和面 你和馅儿行不行 平时性格温吞慢热的猪大哥 今天竟然变得如此主动 要了解一个人嘛 那就得方方面面的 大哥你从个地方切菜呀 菜刀有 我有一个阶段吧 原来菜刀坏了 朱大哥娴熟的刀工 让一旁的李大姐自愧不如 看着眼前这个家里家外 都能拿得起来的优秀男人 李大姐还是没忍住 说出了自己心里 一直担心的问题 就是宋远那个 就是上次最后一次牵手 你俩唱了一个杨白老 给写着炸红头绳 完了那个女同志 她也挺会的 她那长发啪往后一甩 完了你就拿着给他炸 完了你可满意了 完了你俩还比了个心 还这样的事 那我 有 画了个心 你俩还这样是 没有那个好像没啥印象 有 你看完了以后 自个儿再摸摸自个儿头发 我这么就紧着往处流吗 这家好年都没敢见头 他们就觉得 你看个人就长发 长发机要 咱这个怎么就不长了呢 哪家不急的 李大姐本来身为女人的那点小疑虑 被朱大哥巧妙地用几句玩笑话就给化解掉了 虽说是玩笑话 但是朱大哥最后还特意表明了一下自己当时的立场跟想法 李大姐听后十分满意 他毕竟以前见多少人那是他以前的事和我没关系 他只要他现在手里他是单身 他手里没有人就行 我现在就是想要有人抱我一下 真的就是这是我的渴望 因为就这些年我就缺少值了 朱大哥说 李大姐想要的那种婚姻也正是自己追求的 女人不光是要在情感上给他安全感 身为男人更要给他一份保障 不管我对什么财产我都交代清楚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是没了的话什么我也带不走 就是不希望我不在了你受委屈 谢谢 就这个想法 这样的话我不在了你能过得很好 我心里踏实了我能把眼睛闭上 谢谢 李大姐最在意的两个问题在朱大哥那都得到了特别满意的答复 今天的乡亲真是不虚此行 像进入条件 另外他会将以能经常给我调理身体 他爱好文艺 我们可以自己在一起唱唱歌 然后还能去跳个舞 再就是他能把我的后半生安排得明明白白 他支持我买 在我身上不立即花钱 对这都是我想要的 懂女人心 懂女人心 对他懂女人心 是是是 那这些全都满意 都满意 那现在有没有觉得还心里担心不满意的有没有了 再没有了 李大姐喜欢的样子朱大哥刚好都符合 朱大哥想要的幸福 李大姐完全都能懂 还好朱大哥给红娘打了那个电话 才让他们没有错过彼此 我就想找一个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男人 然后能灌着我 怂着我 怂着我 怂着我的 然后爱好也能合适 看这什么灌着 怂着 怂着 那就把我当了 然后还有一点呢 犯错误了不得揍吗 那行啊 那行啊 不是 打着 就这一句必须打着 不是 打着亲妈是爱吗 对不对 我想问 今天来得挺重大 值不值 所以说要谢谢咱们上台 谢谢红娘 谢谢这两位摄像师傅 都很累 为我们敲碎了些 你看看 李大姐喜欢的样子 朱大哥刚好都符合 朱大哥想要的幸福呢 李大姐也完全都能懂 朱大哥说 还好当初给红娘打了那个电话 才让他们没有错过彼此 要我说呀 这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说的就是朱大哥和李大姐呀 那如果你在节目上也看到了 让你心动的人 一定不要再犹豫了 赶紧打电话 或者是扫码告诉我们 没准下一个抓到幸福的人 就是你呢 对的 好